康熙和皇后大婚 住在一起三天 孝庄连忙提醒 第四天不能同居了 影视剧《康熙王朝》里有这样一个桥段 公元1665年7月初期 临时兼任司理官的敖拜宣太皇太后一旨 成天益顺民心 行大婚之礼 贺舍礼氏乃辅政大臣一等公索尼之孙 索额图之女也 聪慧孝顺 柔媚秀丽 特立为中公皇后 母仪天下 时日 十二岁的康熙同十一岁的贺舍礼氏 遵照孝庄的义旨 隆重举办了大婚典礼 诚然 跳脱出剧情 真实的历史仍是如出一辙 贺舍礼氏及后来的孝成人皇后 正是于1655年成为康熙的结发之期 然而 这桩皇家贵族之间的婚事并非表面上这般风光 在背后执意撮合的是康熙的祖母孝庄太后 意图则是政治联姻 而在一纸婚约面前 年少的康熙无法左右 四年前 1661年 父亲顺治驾崩 八岁的爱心绝罗 玄夜被推上了皇位 视为康熙帝 父亲临终前 特意留给他四位声名显赫的辅佐大臣 索尼 苏格萨哈 厄比龙 敖拜 自立上前 无力治国 少年康熙便已靠着他们 换得天下安宁 四年后 1665年 朝政之上 愈来愈多的大臣提议 康熙年长可考虑亲政之事 可是 此时位居四大辅政大臣之末的敖拜 在朝中一家独大 霸道蛮横地把持着朝廷大权 比如朝廷诸多至关重要的岗位 都安插着敖拜之人 其帝穆里玛被安置为满洲都统 被授予靖西将军的 次帝巴哈 担任义政大臣 领事卫内大臣 其此纳摩佛也是领事卫内大臣 还被授予二等公爵 就连敖拜的门生顾立 也是个不愿的唐官 可谓是 满朝上下的文武之臣里 都有敖拜门下 也由此 在敖拜极力反对亲政之策时 虽不敢太肆意嚣张 但其实 仍根本不把小皇帝放在眼里 如此 随着敖拜的权势愈发强劲 康熙即便是身居高位 也难免心有余悸 而在这种情境下 若是真的要夺回十权亲政 就急需一味能够与敖拜向抗衡的俯臣相助 细数下来 索尼年事已高 且是努尔哈赤时代的人 历经四朝 对纷乱的政事选择袖手旁观 还时常以生病作为托子 而苏格萨哈此前本是多尔滚的手下 后因背叛主人的投诚 获得顺治信任 但他是正白旗 加上又是中途交的投名状 因此苏来与其余出身纯正的辅政大臣不合 而康熙如果执意拉拢他 也会得罪其他三位 谨慎的厄碧龙则是个强头草 对敖拜更是构不成什么威胁 辅臣皆对敖拜毫无招架 正当康熙交头烂额之时 孝庄太后倒是心生了一技 当时张狂贪婪的敖拜甚至将手伸向孝庄太后 将其圈进 为了守住太后之位 孝庄也必须让康熙稳坐皇位 他亲自出马 要与仗势的敖拜抗衡 于是一日 孝庄昭告天下 要为皇帝立后 换言之 就是要正直联姻 孝庄务必要寻得一位 能够帮助康熙稳固皇权的大臣女眷 皇后的人选也自然变得极为讲究 他盘算起朝中大臣 思来想去 还是觉得唯有老臣索尼能够平衡局面 因此立他的孙女为皇后便最为合适 被奴才们抬着轿子 孝庄晃晃悠悠地来到索府 索尼亲自接驾 一进门 孝庄便与他寒暄 进来 病好些了吗 虽然索尼在平日里假装病态 以躲避朝政之势 但这客套话也须到位 有劳太皇太后惦记 老臣有罪 眼下正是朝政忙碌的时候 老臣病得真不是时候 不过有幸 太皇太后驾到 老臣突然精神焕发 这病好像好了一大半了 孝庄点点头 不过这上了岁数 总有不舒服的时候 甭急还是先慢慢调养着 此时 在索府里的索尼孙女 赫舍里端着茶水而入 孝庄一瞧 道着 这不赫舍里吗 真是女大师大便 索尼这个老狐狸 也是见缝就差 是啊 还孝顺得很 脑沉生病时 都是孙女给我端汤倒水 此话正和孝庄之意 又经一番寒暄 赫舍里离开房间 孝庄开始与索尼谈起正事 皇上现在是龙姓出城 正值青春 茂盛之际是该大婚了 我呢 老想给他找个可心人 没成想 今儿我看上你孙女赫舍里了 他直书达理 聪明孝顺 你干脆就让他进宫吧 你放心 我会把他当成自己的亲孙女 一样疼他 贫妾不合适 妃子也不合适 那就直接册封 你孙女为正宫皇后 随后 就作为国障了 你呢 就是泰国障 索尼想不到孝庄此行 竟是这番目的 只要他答应 索尼一族就此平步清云 于是索尼赶紧跪地 哭腔道 沉寂一指 太皇太后恩重如山 公元1665年7月初期 是孝庄选定的大婚之日 此次婚事 孝庄太后亲自操劳 多次吩咐 要采用皇家最高的规格礼数 根据大清会典记载 此次光光礼单就包括了 黄金二百两 白银万两 金茶桶一 银茶桶二 银盆二 短千匹 文码二十匹 除了伤财外 公里各大行政机构繁忙劳累地运转了数月 从彩礼 婚礼 封典仪式 祭祖 拜业太祖太后 宴请宗室大臣 每一个环节 他们都要确保万无一事 终于 几经折腾下来 康熙的大婚之日来临 公里也被整顿得既规矩又一派喜气洋洋 遵照前朝的礼仪 举办大婚时 皇后的凤鱼 在仪仗队伍 经大清中门进入在太和殿台阶前下轿 步行到昆宁宫与皇帝行和锦礼 和锦礼上 康熙和贺舍礼在已婚的侍卫夫妇的满语歌声中 使用生羊肉 猪牛肉 金酒 黄酒 银酒 白酒 等 而后 他们需继续参加团圆宴 并祭祀太庙 奉仙殿 在之后 贺舍礼须携女眷拜见皇太后 康熙则回到前朝接受百官朝拜 而后还要亲自去太和殿 案例后一策例 最后 是举行盛大的公园宴 百官都可前来大快朵仪 这些大婚礼仪都与顺之地和第一任皇后 新婚时略为相同 直到深夜 经过繁琐的婚礼仪式 康熙终于正式迎娶了贺舍礼皇后 此前 康熙根本就没有见过祖母孝庄口中 偶尔提到的贺舍礼 而且因为基于政治联姻的背景 两人也毫无感情基础 可是 这桩有长辈包办的政治婚姻 却颇为意外地顺利转化为真感情 康熙对贺舍礼一见钟情 她发现贺舍礼不仅容貌清秀美丽 而且十分体贴与善解人意 好感之下 康熙连这三天都与贺舍礼住在一起 可是就在康熙帝准备连肃在皇后宫中的第四日时 孝庄太后派人放话 毫不客气地告诫她 第四天万万不可再同居了 否则就已于礼部和处置 作为太后的意志 康熙也不得不尊崇 只好与皇后分隔开 可是孝庄此举的目的又是为何 其实这之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有组织约束 在康熙他爸顺治统治期间 有一条特意定下的规矩 即皇帝与皇后新婚后 同房最长不得超过三天 这主要是为了防止皇后专权 外妻专权 不利于皇帝的权力集中 还有一个原因即是 两人是政治婚姻 如果感情过于浓密 必然不利于朝政 对康熙皇权之路只怕百害无一利 康熙也明理 便不再多言地与皇后暂时分开 踏上了为清政做准备的正路 康熙八年冬季 大清王朝在康熙的重新执政下 生机勃勃 而也是在这一年冬季 1669年12月底 皇后贺赦里为康熙生下敌长子 康熙亲自为其取名陈户 这一起名的深层意思为 有立其为太子之意 可惜的是 陈户虽天资聪颖 乖巧可爱 却未能像其父所企及的那样 还不到三岁就意外夭折 痛失爱子 康熙寝世难安 据记载 她上朝议政时 眼里都含着泪 而皇后更是伤心至虚弱万分 终还是病倒了 皇后病倒前 又恰逢 孝庄太后身体抱恙 康熙在外面陪同祖母 在汤话疗养 但听闻皇后的身体状况也不加后 就立马向太后请指挥宫探望 直到皇后病情康复 才离开皇宫 此后 直到1674年 赫舍礼皇后再次怀有身孕 为康熙诞下嫡子 康熙大喜 当即赐乳名宝城 皇二子应仍 祈祷她能够健康平安成长 然而瞬息之间 喜悲转换的过于唐突 赫舍礼皇后因难产制式昏迷不醒 数个时辰后都不见任何转机 派医院请来最好的御医 然而他们使劲浑身招数 仍无力回天 年仅二十出头的赫舍礼氏皇后于一日深时 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两天后 康熙已下令让大臣前往孝陵附近相堵万年吉地 但又因康熙帝陵 寝上未迎见 指得先将子宫移到京北的巩华城 并攻赞安 一个月后 赫舍礼皇后被视为孝城人皇后 此外这一年 正是三番叛乱的第二年 叛军攻占半片国土 气眼嚣张 而清军平叛 前线战士紧锣密鼓 康熙忙碌于朝政 还要指挥战士 日夜奔波 淡静节律 就在这日理万机的紧绷时期 康熙为了痛到皇后 不惜绰朝整整五日之久 除此之外 从五月初六日至五月三十日这二十五天里 有二十天 康熙一有空就去子宫祭奠 珍上一杯酒 五月二十七日 康熙还亲自把皇后灵鹫送到拱华城 在灵鹫子宫前默哀许久 陪伴皇后直到晚上才返宫 相传 皇后是后半年内 康熙去拱华城供给三十四次 常常一去就是一整日 还不让侍从跟随 甚至使臣求见 康熙亦不愿召见 由于对赫舍礼皇后思念过度 即便到了康熙晚年 她都难以忘怀 甚至亲口直言道 因仍乃皇后所生 朕去遇爱惜 亲家殉遇 同时也向臣子们透露 因与皇后申请 因此更要亲家殉遇 策立皇太子 在取得太皇太后获准后 康熙才得以按照自己的意愿 历年仅两岁的印人为皇太子 而在康熙之前 未曾出现过 及早预立皇太子之力 无疑突破清朝祖宗八代的惯例 康熙二十年 1681年 二月十九日 临寝建成 仁孝皇后的灵鹫被移往山林 康熙亲自随着 一众人护送 三月初八日银时 正式入葬锦陵地宫 康熙与孝成人皇后 虽是利益捆绑下的政治联姻 但二人却恰到好处的情投意合 恭维世话 舒得张文 皇权之下 也可见得真情 也可见得真情 之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